大家好,我是Yana 歡迎收看ECD Channel 上次在香港CAM GEN KINARA在會場上展出了 他們最新款的旗艦型號 Zwaking 而今次KINARA亦都一袋過往 一直用3D打印樹枝外殼的設計 首次用了白銅及涅合金材質 製作耳機的外殼及面板 想知道今次KINARA 是否會繼續為大家帶來驚喜 就要記得看下去了 在開始之前 如果你對耳機音響產品有興趣的話 就要記得comment、like及subscribeECD Channel 相信喜歡玩耳機的用家 不少人都會對金屬殼的耳機情有獨鍾 近年無論是入門價位 或是過萬元的旗艦耳機 都會見到不少品牌 會用不同的金屬材質融入耳機設計 除了因為金屬殼 比傳統的樹枝殼及塑膠殼耳機 有更加出色的耐用性及外觀之外 更大的原因是廠方可以透過不同的金屬材料 提供不同的聲音特性 從而調教出最理想的聲音 今次KINARA的外殼及面板 用了兩種物料 分別是剛才所說的白銅金屬 及一種叫做涅合金的金屬 顏色及光澤上都有點不同 可以見到它外殼 比較近似純銀的亮面光澤 而白銅本身亦經常用來製作前幣 銅管樂器及比較貴重的食品 據說KINARA今次還用了一種叫做 複合金屬表面塗層工藝 加強它的抗氧化能力 就算聽久了 亦可以保持到它非常令面的光澤 而在面板部分 特別用了金屬電道處理 經過多個複雜精密工序後 面板表面有凹凸不平的立體浮雕圖案 而圖案的設計 參考了《諸神的黃昏》的故事設計 面板上的銀色條紋 象徵著雷神之垂 敲擊地面時發出的雷光 而中間的紋理就象徵著雷神的五官面容 透過凹凸紋理 就可以呈願出非常獨特的光暗質感 加上白銅愛鶴本身 獨有的白銀色光澤閃閃發光 好看得來亦非常有藝術氣息 跟大家補充多點有關白銅對耳機聲音上的改變 由於白銅本身是一種由銅和粘組成的合金 本身有高光性、高密度的特點 加上白銅表面有很多微小的洞洞 可以做到像消音器般的效果 當聲波在白銅內部腔體產生共振時 就可以透過以上的特性 令後腔更穩定的益勢多餘的聲波反射 和高頻共振 減低鞋震造成的失真 所以可以聽到非常高分聲力和集中的聲音 同時高頻又不覺得刺耳 整個延伸就變得更順滑 做到更通透和面面不絕的感覺 然後就說Forking的配置 今次單元上是用了圈鐵電總共11個單元 而機線就配上一條7N的單聲銅線 而今次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4顆的動鐵單元上 用了Kinera自家開發的雙子聲銅合導管 加強兩組的動鐵單元的出音效果 從而去補強中頻至高頻的頻段的音樂器細節 而負責低頻的10mm高聚纖動圈單元 就利用了StrayD打印聲學前腔 提升低頻的速度感和能量感 做到一種收放乾淨利落的下潛 後面聲音測試的部分 我們就會用幾首歌 跟大家說說這隻耳機整體的聽感 究竟是怎樣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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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君の美しさや尊さを傷つけるものに 眠りなさい 疲れたら眠りなさい 忘れたことも忘れてしまえ 悲しみも温もりも消えしまえ されど今も今も耳に残るわ 固く世界を おやすみなさい 而官方的說法來說 Trocking本身是用了微V型調音作為基調 中頻略為修煉 但由於整隻耳機都用了白銅機身 人聲就會帶點暖意和絲滑的質感 低頻量感不算多 但下潛就非常之深 高頻又不會覺得太刺耳 整體感覺給人的光騰大氣 細節非常之多 在圈鐵電這個組合碩 它的三頻銜接做得都頗出色 有非常之高的聲音密度和分明的層次分析力 而且它的音場和泛音亦都很出色 整體貴氣十鐘 當我聽完幾首歌之後 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音場非常之開闊 高頻通透又自然 背景乾淨得來有細膩 特別是聽一些以高音樂器為主的樂曲 例如是弦樂和敲音樂的細節就非常之突出 可以將樂器的細節位處理得很乾淨 對於一些大編制的古典樂 Flocking亦都可以應付之餘 在高頻延伸和空氣感上呈現得非常自然 做到一種剛剛好的光澤感 而在著重高頻細節還原度之餘 都不會令人覺得壓迫或莫分誇張 而第二個值得一讚的位置 就是它在人聲上的處理 給到很清楚而又圓潤的人聲 不會有刺耳的齒音 在試聽歌手Levy演唱的 From the Start這首歌的時候 慵懶的聲線 和輕鬆的巴山多巴著視曲風 溫柔得來又有感染力 在結他、鋼琴、著視鼓和弦樂的配合之下 可以將整首歌的層次感疏離得很好 聽到亦都令人非常陶醉 總括來說 Forking作為Canera在2025年第一款作品 真是帶給人一種非常驚喜的感覺 今次Canera再一次將設計工藝推上另一層次 無論在外觀的金屬感、單元配置和調音的完成度 都比以前的旗艦型號更加成熟 如果你本身是聽流行女聲、古典音樂和Jazz類型的樂器的話 或者你本身在找一對旗艦價位的金屬航耳機 Forking絕對滿足到你的要求 而且現在頭30位入手Sorking的用家 還會額外送你一個真皮手工收納盒 對於有很多珍藏耳機的用家來說 真是有實用、有方便 想入手的朋友就要快點下部試聽聽 我是Yana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Fork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